印尼亚加达当地时间10月5号下午 由广东省贸促会 印尼工商会馆 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中国广东印度尼西亚双边经贸合作交流会 在亚加达举行 交流会上 印度尼西亚广东总商会正式宣告成立 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 印尼工商会馆 中国委员会执行主席熊德龙 印尼旅游部部长阿里夫 印尼投资协调统筹部部长托马斯 出席了当天的经贸合作交流会 并共同为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广东总商会接牌 深圳宝英集团董事局主席 印尼宝英建设集团总裁古少明 容任印度尼西亚广东总商会首届会长 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在交流会现场表示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 中国和东盟的发展不断提升 目前中国已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国 目前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势头联好 一方面操作继续巩固我们过去广东和印尼合作的成果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设施 我们在新的合作方面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扩大 更要在合作领域予以拓展 合作的方式上面予以提高 广东濒临南海经济总量全国第一 需要充分发挥先天地理优势 从政府和民间双向推进广东与印尼的经贸合作关系 在经贸、科技、旅游、文化等领域加深了解夯实基础 在祝贺印度尼西亚广东总商会成立的同时 王主席希望印尼广东总商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广东与印尼的贸易合作领域 加深合作关系 带动双方双向投资发展 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执行主席匈德龙 在致辞时表示 中国广东和印度尼西亚此次双边经贸交流会 符合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和印尼总统左科提出的海洋发展规划 双方合作正是时候 符合天时地理人和 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到印尼投资 有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印尼旅游 印尼旅游部部长阿里夫 在交流会上向大家介绍了 印度尼西亚的旅游市场 以及印尼旅游的投资发展情况 他表示 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正在不断地提升 希望更多的中国投资者 把眼光放向印尼旅游市场 因为我们现在推荐的旅游 尤其是投资者 英尼投资协调统筹部部长托马斯 在致死中表示 左科总统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而印尼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时期 目前中国对印尼的投资 已跃居全球对印投资的前三名 中国企业如中国中铁 华为 宝英集团等中国企业 都已来到印尼投资 并且在印尼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今天这位合作业业务联系 由 Guangdong 非常重要 因为在三年 在近三年 政府的法国中铃 从中央参加了 13.000大利亚在印尼联系 到今天 3.000大利亚 他欢迎更多的广东企业 中国企业走进印尼 在各个领域加强与印尼的合作 中国企业走进印尼的代表之一 深圳宝音集团董事局主席 即印度尼西亚广东总商会首任会长谷少明表示 将致力于为广东企业提供精准投资印尼的相关服务 为广东企业与印尼各界合作搭建桥梁 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进印度尼西亚 据印尼投资机构统计 今年上半年 中国投资印尼达21.1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飙升529.28% 成为印尼第三大投资国 2015年 广东和印尼贸易总额达110亿美元 占中国和印尼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在全球市场低迷的环境中 广东与印尼的经贸合作 依然保持稳健的发展